大家好,Atricia,欢迎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星期四凌晨,欧洲国家联赛同时展开多场比赛 其中被受关注的一定是联赛A组中的D组 威尔斯主营荷兰这场重投戏 上半场,哈里威尔逊在后点头锤顶歪了 而宾戴维斯的头锤也高出门尾 之后,哈里威尔逊罚球攻门,被斯利臣上拳击出 到了下半场,古普美拉斯低射得手打破了姜高 之后,洛亚兰格制造险情 尔加利夫巴尔也后备登场 随后,洛灵顿戴维斯头锤顶入攀平了比分 在原场前,维赫斯使出头锤绝杀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荷兰作客2-1绝杀威尔斯 喜迎分组赛2年胜 比赛开始前10分钟,两队都踢得相当保守 没有太多似仰的攻势 在12分钟,古普美拉斯门前挑射 可惜被防守球员及时赶到 将球破坏出界 在15分钟,威尔斯角球开出 哈利威尔顿后点头锤顶歪了 到了19分钟,麦菲咸出球全中 可惜宾戴维斯的头锤攻门顶高了 到了27分钟,哈利威尔顿操刀佛球 在上半场,两队的比分依然维持在0-0 之后换边再战50分钟 荷兰禁区前缘作出短传配合 古普美拉斯在门前低射得手 这个时候荷兰1-0,领先威尔斯 59分钟,荷兰也打出漂亮的配合 形成单刀机会 但求证事宜是越位在先 在72分钟,荷兰在外围又有攻势 洛亚难隔一脚似船似舌 令对方在禁区内製造一片混乱 到了78分钟,加里夫巴尔后备登场 到了89分钟,威尔斯全中 洛宁顿戴维斯在人群之中 直接跳起側身,透脱命中目标 这个时候,威尔斯1-1,攀平荷兰 到了90分钟,荷兰前场快速反击 和德·维赫斯以其人之道,还折其人之身 透脱破门上映绝杀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荷兰作客2-1,险胜威尔斯 好球不等人,马上下载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转带